在波士顿除了华人领袖外 梁彼得案的裁决也引发了留学生的关注 大家通过各类网络社交平台表达不满 表示希望可以通过一切有效的法律手段 支持梁彼得上诉 并呼吁华人联合起来为公正公平发声 从法律的角度上来说它肯定是有过失的 但是为什么要判这个刑 那么华裔在政治上本来就属于弱势又属于少数群体 这个案件又很明显的有一种不公平的因素在里面 就是很明显的看出来说 如果这是一个换一个白人警察的话 可能就完全都不一样了 所以就说明了它这个是一个受害者嘛 留学生与已经在美定居的华人身份不同 将来并不一定留在美国 但刘三伟表示 不管将来去向如何 作为华裔都应积极关注自身权益 为自己的种族和同胞发声处理 我觉得大概以后还是会在这生活和工作 以及现在也是在这工作和生活的 那未来有些人以后会留在这里 不管留不留在这里 出于正义感 出于一天还是华人 感觉到自身以后的发展 和在这个美国社会的一个收藏的状况 所以出于各种原因吧 比较关注吧 美国中文电视 主播士顿记者 地州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